今天因為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完成問卷 然後也大概說一下 我們課程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比如檔案 你們先把它下載下來 後面我們會針對 每個範例檔案的問題 做如何解決某些問題 像剛剛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何產生手機號碼 有一欄是空的 你就要把它產生出來 那個怎麼做 後面我們再來看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的綱要 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首先的話 後面大概會分成幾個部分說明 第一個 我是誰 然後哪些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不是必要的 不過如果說你們有閱讀上的需求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再到書籍裡面找找看 相關的書籍其實還滿多的 再來的話就課程簡介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廣播放大畫面就不動了 縮小看看 可以了 好像它這個沒辦法放大 不然這樣好了 我不要把它放大 我把它這樣 畫面大一點 首先的話有一個教學目標 其實我也是我教這門課 陸陸續續想到的 把它慢慢update上去的 因為我教這門課程 其實也超過10年以上 我看應該 我教程式也教了超過20年的時間了 那我對以色友 我剛剛跟各位講 至少認識他應該有30年了吧 OK 因為以色友其實算還滿長青術的 一個軟體可以撐這麼久 還不被淘汰 真的是一個了不起的世界奇蹟了 真的 而且其實它做的 並不是非常盡善盡美 它很多地方是很不好用的 但是還是可以存在這麼久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什麼呢 真的人還是不能太完美 OK 太完美的話很容易就被淘汰 所以要做有一點點 後面會講 其實有些地方還是需要改 但是它就是不改 它就是這樣子 一直難用到現在還是很難用 但是還是這麼多人用 這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接下來的話 我大概說明一下 那個課程目標 當然工作效率極高 因為可能大部分同學 他還沒到職場 所以這個也許不是你們的主要訴求 但是如果對於現在正在上班的 他會覺得好棒 不用加班 為什麼要加班 因為很多事情 如果你會快一點的動作 寫一個很快 一下OK了 比如說 剛剛講嘛 網路上100頁 你C-C-V C-C-C-V 你要C-C多久 對不對 OK 如果你會寫一個程式 程式一寫出來之後 瞬間就全部完成了 今天完成 明天還是直接執行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寫那個程式的話 你變成每天都再重複一次 同樣的動作 所以在職場上很多人 就是因為他不會某些功能 或者是 甚至不會寫某些程式 他就每天做重複的事情 有沒有造成一些職業傷害 比如有沒有五十肩 或者是什麼 肝眼症 或者是說怎麼樣之類的 為什麼 因為你就重複把自己當機器人嘛 對不對 那怎麼樣能夠加快使用的效率 其實我底下就有提到 第一個 你可能至少要學會 Excel內建的所有的函數 那你想說 老師那250幾個這麼多 那怎麼記得起來呢 其實函數 主要是解決問題的功能 方選嘛 那其實它有固定的使用方式 它其實不是要你背起來 而是你要知道該怎麼用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250幾個它有共通點 只要你知道它的共通點 哪怕那個方選 那個函數呢 你沒用過 其實你也會用 OK 那其次的話呢 就是說 那常常有同意問說 老師那 Excel裡面有沒有哪一個功能 可以解決我的某個問題 其實常常會問 那其實大部分都是沒有的 也就是說呢 在Excel裡面很多的 什麼 它提供雖然很多的方選 但是 不見得所有的都可以解決你 每個人的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有些問題如果不能解決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自己寫 那你要怎麼自己寫 其實自己寫的話 就必須用一個東西 叫VBA 所以為什麼 老師為什麼要寫VBA 因為很多的 它內部裡面沒有的 你要把它變出來 OK 那如何把這個VBA的程式 給變出來 這件事 你就變成要提升了 因為原來是使用者 你要提升起來就變成設計者 設計者裡面的話 你便要寫自己的程式 那程式 最麻煩的地方是 一個字都不能寫錯 那叫BUG 哪怕是沒有幾個字 但是你只要 其中一個字寫錯 就不做就不OK了 所以要特別小心 反正你程式很簡單 不能這樣子 程式沒有那麼困難 但是就是要有掌握一些要訣 那之後的話呢 我會分享我的一些經驗 讓大家知道 怎麼樣寫程式 會是比較簡單的 不要太辛苦 那又可以學得很愉快 我是覺得最好你可以喜歡它 你如果不喜歡它 你當然不會去觸碰它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 Esser裡面有錄製聚集的東西 那什麼叫錄製聚集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說 有些程式你不會寫 但是Esser提供一個功能 你可以把那個動作做給它看 它會幫你把那個程式自動變出來 那不就有程式了嗎 所以這個 但問題它變出來的程式 其實是記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所以你要知道說 怎麼樣再把一些程式做修改 所以編修能力也很重要 後面會提到 如何錄製聚集 並且告訴你們 如果你要把那個錄製下來的程式 做一個修改 有哪一些要點 這個滿重要 因為我發現坊間書籍 雖然有 但是我覺得都講得不是那麼清楚 那YouTube上面 裡面也有很多影片教學 可是我覺得好像也講得沒有很到位 OK 所以要怎麼樣 那我們之後上課 我會把它說得盡量簡單又清楚 讓你們真的可以派上用場 然後就可以達到一個目標 至少就是可以 現階段學完這個課 至少接近那個 也是有達人的目標 OK 其他的話當然 VBA裡面可能你要學習哪些東西 包含就是資料你要有個地方暫存 就是變數 如果你要讓它重複做 就是回圈 其實人最討厭就重複做 有沒有 Ctrl C、C、Ctrl V 可能做100次你還OK 可是做1000次 我看你就不行了 那如果重複做 其實就是程式的優點 因為程式最喜歡重複做 你叫它做100萬次 它還瞬間完成 那其他還有邏輯判斷 就是哪些事情該怎麼做 如果第一個選項為True 那就做什麼 如果Fore 那就不要做 True跟Fore 那甚至你還可以多個選項 多個邏輯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自己寫個邏輯 程式主要就是這些東西 你不管是VBA也好 Python也好 Java也好 其實大概都差不多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 甚至還可以下載網頁資料 有沒有 就剛剛各位提到了 像這個也是最近我上課的主要內容 把Excel當成爬蟲來用 很快的可以把網路資料 快速下載下來 做一個統計分析 OK 那其他還有很多事情 甚至可以結合跟Python 做協同應用 也就是說其實 反正工具 就像說 你們今天假如說要去一個地方 比如說你想要去哪裡 比如像最近那個什麼 櫻花開像什麼 泰安派出所 我是聽說那邊有很多櫻花 但你要怎麼樣抵達那邊最快 後來發現 第一個你可以先搭高鐵 到苗栗站 第二個你再轉台鐵 再到泰安站 第三個再到台鐵的 出來之後 然後去騎U-buy 有沒有 所以你要換三種交換工具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直接開車去 可以啊 不要累而已 OK 所以其實你說工具就這麼一回事 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一氣呵成 我用Excel做完 全部可以啊 說老師我可不可以一半用Excel 一半用Python 可以啊 沒有人租 說老師那我可以再把Java加進來 OK 那其實都可以 那那個再來的話 我大概目標講完之後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是我的一些簡歷 那其實 學校會找我來 其實最早是因為 我在網路上放了很多的影片 那我在網路上有寫了很多部落格文章 因為我以前蠻喜歡彼根的 所以很喜歡寫文 寫超過以前的 但最近越來越懶得寫了 OK 你有沒有發現 以前寫做太久 那個身體這邊越來越寬了 越來越胖了 OK 所以現在感覺好像還要動一下 所以現在比較不敢做太久 然後 另外的話呢 我的YouTube頻道目前 其實我頻道好幾個啦 那其中比較主要的 訂閱人數大概38,000多啦 人數不多 但是裡面只有上課錄影 沒有其他東西 也不搞笑 上面也沒有行男 也沒有正妹 反正就是上課的影片 那如果你們想要多學習 可以自己來看一下 另外的話我有創業經驗 也拿了一些獎項 然後另外也擔任一些企業的命題的委員 也就是說很多企業 有些金融業 考試現在 考VPA 嚇死 嚇一跳 OK 然後我也幫忙改審題命題 還有就是月券 其他的話就是在一些推廣部幫忙授一些課程 還有一些企業內訓等等的 那這是我的證照 我至少有30張的證照 都是電腦相關的 OK 然後像Python我也拿了幾張 OK 還有像POW BI等等的 OK 那這個 這個最近因為Chop GPT很夯 所以我身邊也搭了身份 我就在Chop GPT上面問了一個問題 幫我查詢台師大的吳清輝老師評價 得到的結果 哇 讓我滿開心的 所以我滿喜歡Chop GPT的 因為他得到的結果 好像還滿正向的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每一次問的問題答案都不一樣 他第二次居然跳不一樣的 因為他跳另外一個老師的 然後後來找到一個心理系統的老師 好像一直跟我同姓 所以你們可以玩玩看 Chop GPT 那網址就Chop.openai.com 你可以問他一些問題 但我發現問程式方面問題很OK 但是問一些模擬兩可的問題 他沒辦法回答你 OK 比如問他感情問題 他好像 像很至上的那種 就問一個工具人一些感情 你會覺得答案真的是… 但是問程式真的很厲害 那主要原因應該可以理解 因為他背後的最大老闆 就是微軟公司 OK 微軟公司 所以他也應該取得很多相關的資源 而且你叫他寫VBA的程式 他其實這可以寫…而且寫得還不錯 我覺得真的有一定的水準 OK 但是能不能弄 我覺得你還是要稍微質疑一下 你說老師這樣以後很多人工作會被取代 其實我覺得還好啦 我真的很希望說每個人都能… 沒關係…但是你至少要改吧 你不要說什麼東西都直接Ctrl C Ctrl V貼上就算了 你還會看得懂要改比較重要吧 至少你不要從頭寫 但是可以減少你一些前置作業 OK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上課的特色 其實就是…至少有三萬部以上的影片 在YouTube上面 然後還有一點 其實我跟大部分同學都一樣 我不是資訊本科系畢業的 但是後來我畢業之後 就是到業界擔任工程師 而且我的背景是… 我碩士班是在我們師大的國文研究所畢業的 我畢業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工作選項 大部分我的同學都是去當國文老師 而且其實我畢業的時候已經有職缺了 但是我一來原來沒有考慮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太年輕了 就覺得我好像比較喜歡… 就是…怎麼講 比較有挑戰性的工作 所以一來原來 雖然跑去當工程師 所以其實我的出發點 也會比較是從非資訊相關科系的同學 同理心會比較多一些 所以我會提供的資源也比較豐富一些 OK 然後另外的話 我也教了超過24年的程式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非常偶然的 我寫一寫一寫發現 寫得滿愉快的啦 我覺得好像寫這東西比寫作文還簡單 因為寫作文還比較變化多一些些 但寫程式就千篇一律嘛 就這樣只要程式不要bug就好了 然後因為這樣關係 確實有人找我去教 因為可能因為我就是師範的背景 結果找我去教程式設計 剛開始我要懷疑說你幹嘛找我 然後我去教都要看 還有點自我否定 後來發現好像也沒有不至於太差 可能是因為啦 我覺得出發點不太一樣 因為非資訊 我會從非資訊一般人的角度看程式 所以自然而然會教得 好像比較人家聽得懂一些些 所以我常聽到的評語 大部分都是老師你講得好簡單 好清楚好明白 意思就是你以前的老師都教得很不清楚 很不明白嗎 很不簡單嗎 這我不太 不過後來發現我有看YouTube別的 教程式的老師教的方式 我終於懂了 原來程式還可以這樣教 可以教得這麼的機械化 OK 好 不要多說了 其他的話就是說 大家自己看一下 其實還可以結合Python 我目前教的課程最多的 還是局限在VBA跟Python 我大概十幾年前教最多是Java 可是Java後來就慢慢沒有人要學習了 慢慢改成就是Python 其他的話我會錄影 所以我會大概聽醫師就懂 所以我把它錄下來 你們自己再自己看一下 OK 然後會上台YouTube 然後會播放清單 那現在大部分都會放Moodle上面 你們可以看一下Moodle 然後並且我也會在雲端上面放講義 跟我寫完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擔心說 有一些東西你可能跟不太上的話 請你自己再到雲端白板上面找一下 例如說我剛剛的第一道題 你可以在雲端白板畫面找到第一個零一 範例題不是零一 文字以下的函數 第一道題的程式 其實就在第一個 這個就是我雲端講義 那裡面的話有一些相關的答案 公式啦 有沒有 會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有些請各位自己再到上面找一下 上面其實都有 你們自己畫面會截圖啦 不過呢 這個畫面比較是局限在最關鍵那些 那如果整個過程 如果你擔心記不太起來的話 我也會把影片錄下來 你們自己再看一下影片 底下這個都有程式嘛 比如說你要快速產生 統計資料圖表的話 這個用樞紐分析表就可以了 兩下就做出來了 OK 這個後面我們會再提 所以 那個畫面我好像沒切過來了 好 你們自己再到雲端上面去稍微看一下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因為大學生大半普遍缺乏實作經驗 所以你們可能還比較沒有辦法感受到說 到底學一次要幹嘛 我現在用不到 我學這些幹嘛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有機會 你可以到企業去實習 你大概會比較懂 因為現在每天很多人用最多的軟體 應該就有優勢 普遍性講 好像這個應該是有統計過的 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去請教一下 有相關業界經驗的一些 你的父母 兄長 然後你大概就知道 原來這個東西其實還滿重要的 其他也有像學生的那個 他有說他爸爸 也是因為看了我的影片之後 發現其實沒那麼困難 那我拿了一些獎項 大概是這些 OK 然後參考書目的話 我想你們自己再找找看吧 那我這邊推薦幾本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像是 什麼eSale職場函數468招 他其實是468個函數使用的範例 OK 那其實 第一個重點 如果你要把eSale學好 第一個 先把函數學好 如果你函數學不好 你不要說你會用eSale 你頂多只是會用簡單的計算功能 那你不會用 你怎麼會說你會用eSale呢 所以以後 如果你進入職場 人家假設會有eSale的需求 可能會考你吧 考你函數 大概就知道你會不會 第二個話就是 至少要學會進一步的VBA設計 主要原因是因為函數雖然很厲害 但是很多功能還是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你要把它變出來 如果你變不出來 你就要塗法煉鋼 那塗法煉鋼不得了 OK 那怎麼樣把它變出來 答案的話 應該就是你要會寫對應的程式 那如果在eSale裡面寫的程式 簡稱就叫VBA OK 那VBA是什麼 後面我們再來談 反正你要在eSale裡面寫程式 就是要用這個語言來寫就對了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函數到VBA 這個階段 那其中專題 以往的經驗大概是這樣 我們寫一個專題 裡面至少會用到三個東西 沒有辦法跟這樣 應該有五個東西 就這五個 函數 聚齊 VBA 然後再到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OK 其實期中考之前 期中考之前大部分都是 會寫一點程式 但是程式的含量可能沒那麼多 OK 可能還是著重在比較基本的內容 OK 然後我會再說明一下 其中 那期末可能會希望你們多寫一些東西 可能還是程式要多寫一點 類似像比如說去抓金融相關資料 像股市資料好了 OK 等等的 甚至你們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用那個Chart GPT 用它寫一個 比如說抓取台灣股市資料 你會發現它正在寫得出來 而且寫得對不對 其實你不妨可以去亂看這個 你只要到這個 ChartOpen.com有沒有 這個網址 然後你進到這個網址之後 其實可以把它亂看 順便可以找到 比如說你要它寫 那請各位先稍微熟悉一下 我的那個雲端上面的東西 並且你也可以試試看 用那個Chart GPT 去找找看 像我剛剛講那個 網址就是 chart.openai.com 你可以試試看 讓它去幫你寫一支程式看看 會不會有那麼厲害 我們就 combinations 就要找到這個網址 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以讓它有接觸 在內心裡 找到一個網址 找到很多網址